独狗偷猪 带不走 功亏已愧 嘉一县新港乡这处养猪场 田里留下 窃贼开卡车经过痕迹 最后因车轮陷入泥中 不得不汽车逃逸 可恶的是 连猪农养的开门狗 都被窃贼堵死 昨天凌晨 窃贼用毒肌肉 堵死开门狗 把卡车停到猪舍旁 将200头宰猪赶到围墙旁 割破围墙返布 把每只十多公斤的宰猪往外丢 卡车因太重 车轮陷入软泥 窃贼把卡车侧栏放下后逃逸 宰猪分跳下车 在田里四串 有两只死亡 猪农表示 窃贼再不走宰猪 打开卡车侧栏让宰猪下车 不会急死 也算道义有道 警方研判 窃贼至少有3到5人 正积极侦办 东新闻嘉一报导